這是清睡覺學,Fever 20 的清睡覺學,跟Fever 18,Fever 19 差不多 現在請求探,請最貴的 第二呢?這個也不錯,但想塗傷也升 他不再進來 請這個吧 然後呢,解僱他 再請 沒有雙五星啊 請 再解僱 再請 為什麼沒有呢? 再解僱 請 再解僱 有沒有啊? 似乎不行啊 似乎他只是用最費的補償 請這個先 找這個 請這個先 都可以 球員網 英格蘭六個月,九個月,任何球員 有時候我喜歡請一些大隻的 體格強壯 但通常呢 如果經常找體格強壯呢 就要是後衛 要是前鋒 那你可能 有些球員會差一點 所以用回任何 我先找一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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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挺厲害的,厲害,贏了巴塞 一個月,厲害,贏了巴塞,厲害厲害 過了一個月了,看看有什麼事 看潛力和價錢,新價的 這個74-94強,70-94可以留意,其他都不用看 最好的話能力是50-多少 但如果沒有都不要緊,最重要是看潛力和價錢 如果價錢連10萬都沒有就算了,一開始只有49 是廢的,這個,看看他,這個廢的,不適合做球員 這個,68也是一般的,看看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啊,這個,廢的,廢的,廢的 這也是廢的 很廢的,譬如今個月找些人 發覺呢 這個8萬多,唉,廢的 這個好像厲害,但只有8萬 什麼意思 先簽一下 忘記帶銀包啊,原來他 是不是呢 你看到如果只有8萬,你要升到一個用的狀態 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不建議簽一些10萬都不值的球員 你去到46,你去到這裡都差8點了 很浪費時間 你會看到那些狀態很差 你看到沒有什麼進攻走位 所以不值得 就算他潛力是75 即是潛力是85以上 85至-1 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這些都是算了 這些都會放棄 這幾個都算不錯 這幾個都算不錯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可以看的 就是球員的潛力 例如60 你會看到60以上的球員 就會有一個瞄述 就是展現驚人潛力 即是年輕球員會有一個狀態 如果沒有呢 即是代表他已經升到滿了 或者已經過了那個時候 好像一些老一些的 或者這個 這個年輕球員潛力不過80 所以這個狀態 他幾時在球員 但這個呢 就會有一個展現驚人潛力 即是說他潛力是80以上 這個年輕球員 他令人震發一些前景 即是代表他潛力是85至90 也很棒 這個也是80以上 即是80至85 這個也是85 這個也是85 這個也是85以上的 這個也是85至90 這個也是85以上的 但就沒有 但就沒有 就沒有 即是60以下的球員 就算有80以上的潛力 也不會有描述的 對 就是這樣了 好 看看能否再過一個月 再過一個月 有看到潛力會縮窄少少少 好趣 你看 一個月錄長波 好 好 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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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潛力 然後看二 他就好了 這個一定是厲害的 這個很廢 一開始的潛力沒有94 沒有那麼厲害94都不用管 這個厲害 這個OK 這個很不錯 這個很不錯 這個不廢 看看這個,更新了,79-94,剛剛簽進來,一看就更厲害 剛剛過了60,現在簽來看看,看這個描述是什麼 會不會擁有成功的潛力? 原來他有成功的條件,擁有成功的潛力 這個是代表這個球員的potential是90或以上 好棒啊 但你也要看他的花式技巧逆軸的,或者那些覆蓋率 如果這個球員擁有成功的潛力 但呢,花式技巧逆軸一升,或者懶得死的覆蓋率是少的 這樣也沒什麼意思 看你怎樣設定戰術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overall 他就要升得快 好,祝大家找到好球員